为了提高区域能见度 也提升民众对东海岸的认同 以及好感印象 台东县府今天推出了 东海岸区域品牌 台东嗨味 重新营造东海岸特色产业 与观光亮点 而暑假期间 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报名体验 并在今天举行成果发表会 台东县政府为台东海岸线 创立了全新的品牌 台东嗨味 搜罗全新生活风格店家 职人经典主打沉浸式的体验 迪宫旅人一个吃好玩好 人海共好的全新旅游提案 一直在做一个在地店家的改造 或者是文化的寻根 很多的扎根的动作 的确里面有一些店家 其实台东县政府 已经长期经营了很久 那但是在这里 就是没有办法去想办法 把这些店家串起来 然后变成游城 或者是大家互相的怎么样 再去做更进一步的加值 所以非常感谢 我们的委员团队能够做这件事情 台东嗨味就串联在地与临近乡镇 结合秘境景点 规划闭玩游城 以五大店家 六组在地引路人 七种玩法以及八款海景 排列组了出九条游城路线 以崭新的沉浸式旅游体验 让旅人能够尽情享受 海岸风光以及美食 观光能量上面 其实本来就已经很丰沛 然后我们有热气球最美星空 甚至是来三仙台之类的 那我觉得今年台东还会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挖掘了很多在地的引路人 那他们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文化体验的经验 比如带你到山里面流水席去泡脚烤肉 或者是带你到海面上 然后去有一些大自然的一些探索 那甚至是你要到千年古龙深山里面 其实这些如果你没有认识这些在地的真的引路人 其实你就是走走逛逛逛逛逛逛 其实可能大家也不会注意到 原来台东还有这么多层次深层的好玩的东西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主轴在南回县 那南回县呢有优雅的太平洋 又有各个不同的部落 但是缺乏了让人看见 这样纯粹的美丽呢 透过highway打开了一条南回新的旅游路线 也打开了人看见南回的一种新的视角 让人可以直接进入到族群的生活当中 这是我觉得最实践的地方 这次东海岸区域品牌台东highway 为了让大家体验台东海岸的魅力 以及人海共好的精神 以点线面的全面整合 深掘东海岸在地特色 全面提升旅游的内容 为东海岸吹升新的经济亮能 记者杨子轩台东市报道 ixing.com